冬天到不少人喜欢吃醉虾来解解馋 在大理地区就有家业者 连续12年推出金牌绍兴大醉虾 用数十种中药熬成的汤头 加上绍兴酒低温浸泡72小时 品尝起来不仅新鲜Q弹 充满浓郁的酒香味 成为不少老套知名的盘中孙 而老板也表示 这醉虾只限定在农历过年前 限量大约400盒 想要品尝的民众可别错过了 满满一大盘来自马来西亚的瘦白虾 品质经过老板严格挑选 要用来制作美味的醉虾料理 老板表示 想要品尝还必须要经过繁杂的手续 不仅要先将数十种的中药材 熬制两个小时 加入白虾后 还要在低温浸泡72小时 让汤头入味 最后急冻在冰柜当中锁住鲜味 要把我们的虾子也是要解冻 解冻之后 然后要把它丢到我们这个中药里面 然后把我们所需要的中药材 还有绍兴酒 还有日本的那个味淋白酱油 我们倒下去之后 要静置72个小时 低温静置72个小时之后呢 然后再起锅装和 然后再撒上我们的绍兴酒 让它提味 有绍兴的味道 香浓的绍兴味道 然后再急速的冷冻 在30度C的冰柜里面 急速冷冻 喜欢吃醉下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这道老板推荐的私房料理 充满浓浓的酒味 相当的Q弹有劲 老板表示 这醉下想要吃还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只限定在农历过年前 连续做了12年的醉下 相当受到老涛的青睐 不仅有民众是每年必买 还有民众是专程从南投跑来买 因为觉得口味不错 而且那个像要买的 你看冷冻下量又多 大概63到65只 还900块 所以我特地从南投再来买 就是一个虾子很新鲜啦 而且每一个都很扎实的啦 不是说外面买的那个虾子 软软的 很新鲜啊 很新鲜 三个鱼的那个字啊 很新鲜啊 这醉下好吃不仅是因为制作过程讲究 连用料也相当的实在 老板加入了绍兴酒相当的提味 吃起来的虾子不但新鲜Q弹 还有浓郁的酒香味 精华汤头还能够用作其他料理 难怪让人一吃就上瘾 而这限定版的美食只限量约400盒 想要品尝的民众手脚可要快 我们每年的醉下 祝大家今年狗年行大运 狗年万万万 接下来春风趁热爱台中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